最近国产大飞机C919正式交付东航 吸引众多外国网友讨论 其中包括韩国网友 那么下面就来看看韩国网友对我过C919交付的一些评论吧 以下内容均摘自由管 仅供参考 第一位叫VK的韩国网友说 说起来可能有点尴尬 但中国在航天领域大手笔砸钱 到了赶超美国造引擎飞机的地步 我不喜欢 第二位叫米克0424的韩国网友说 新闻上是这么说的 中国造的飞机很多重要的航空技术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我不想评价什么 但韩国也需要快速发展飞机技术 并生产自己的飞机 第三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韩国造不了自己的客机 但中国很了不起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包括韩国都买美国波音 中国却在各方面都独立造 航务也一样 不愧是大国 第四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如果航天科技足以探索月球背面 发射火星探测器 建造载人空间站 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所以不能嘲笑中国制造质量差 第五位叫FIDKIM的韩国网友说 你不能一口吃下任何东西 不管C919的评级比波音空客低多少 重要的是它能造出来 哪怕你在中国单独卖几百台 十年 二十年之后 就会积累大量的数据 在这个基础上 C929 939 949迭代更替 技术进步 如果再往后走 不一定非要百分白本土化 也不一定要由于波音空客 只要达到差不多的水平就足够有竞争力了 从事智能手机业务的中国企业正是如此 第六位叫CYB的韩国网友说 不用说 美国曾经口口声声反对中国加入国际空间站 但现在呢 再过一段时间 中国是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除了中国 任何国家的制裁和规定都不是办法 除非那个国家是个白痴 第七位叫CYB的韩国网友说 几十年来 波音和空客在不断改进飞机的安全措施和制造方法 中国的飞机没有20年验证 我是不会去乘坐的 第八位叫HH的韩国网友说 即使月级不佳 只要保证稳定 自己开发一笔在国外买来有好的多 比如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 因为国内市场强劲 真羡慕中国有那么大的市场 第九位叫U的韩国网友说 反正中国有很大的国内市场 只要你做出来 手销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波音和空客因子失去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第十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看到他们靠国内需求增长 比如手机 电动车 蚕食海外市场 很可怕 看到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给中国钱 我都惊呆了 第十一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广阔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创造的国内市场 最终造就了飞机 如果韩国有这么大的一块土地 那将是一个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 会为全人类做出贡献 可惜韩国的面积太小了 第十二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因为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他们当然想用自己的飞机来满足国内需求 另一方面 对于内需疲软的我们来说 民机市场风险太大 不敢挑战 连日本都试过研制100人的飞机 但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和十万多亿 最终还是失败了 所以选择和专注很重要 第十三位叫的韩国网友说 我们连试都试不了 因为国内没有需求 就准备在军用运输机上试一试 但真羡慕他们竟然商用了 以上就是韩国网友 对我和C919交付的一些评论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